木幻 木幻 小木幻 楊临祖父 深入陸陸 要阻止 龍临祖父母 導演的資料蠻高的 又專業 又快速 比我更多奇奇怪怪的鬼點子 真實的話跟幹話在虛實之間 完全點燃了我的喜劇魂 許氏風格的幽默 就很黑色幽默 欸他真的很好笑欸 哇那個總經理氣勿是什麼 哇被騙了吧我該 導演的反應非常快 可以很快的用他的方式跟我們說 他這場戲想要表達目的是什麼 真的要哭了 這樣子才會崩潰 加油 好啊我不忍心 我其實一開始跟導演合作的時候 有點蠻緊張的 因為畢竟他就是知道很有迷茫 那熟悉了之後 他就是一個非常可愛的導演 崇拜佩服 更得了啊 看好成就感 蛤對啊 因為說實話當初會想要接下這個角色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也是因為是許富翔的導演 那時候就覺得 天啊我跟這個導演應該會很合吧 有問題 畢竟沒有暖身 沒有 沒有 畢竟暖身 我非常喜歡導演的加戲 我會對轉頭問導演說 導演這樣真的可以嗎 把機子給我 我馬送到 那就 爆掉電話傳一下 然後叮頭就這樣 太快了吧 做研究了 這一條就是做研究了 對 沒有 你要深究也可以喔 我們來那邊要慢慢討論 我覺得他本身就是一個 有很多的想法的一個導演 遇上了 遇上了 初春的暖洋 一邊流汗然後一邊 有一些想法 然後導演會提供給我之後 我再讓他去發展成 移情那樣子 我覺得很好就是 準備導演信任的這個感覺 讓我可以很自由發揮 因為他的人設其實蠻悲慘的 但是我們幫移情找到了一個 幽默看待人生的方式 我們幫移情找到了一個 我們幫移情找到了一個 來 圓圓 好 圓圓 一味俊興的誕生 你踏一步出去 踏一步出去 對 容易就得把隊開過來 他應該就是這一部戲 最多六十個的男生吧 開拍第一天他就跟我講說 你就亂演 隨便了 就管了 我說真的可以要演嗎 他到底是誰啊 喂喂喂 喂喂 其實這位巨星的誕生呢 就是第一次來 要進保育應徵的那一天 然後可能他其實本來就只是 林彥同學 然後也是要一起等面試的人 他就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我也就突然說 欸不然他就睡在我的肩膀上好了 在這一場戲 一睡很足夠沒有啦 就是他在那時候 然後就是這個男子 就是暗戀著我 好適合剪出一首MV情歌喔 嗯 你還好嗎 如果不舒服就回家休息啊 我只是 多遠而已 謝謝你關心我 就我們這邊在拍的是清喜劇 然後他那邊在拍的是偶像劇 自己也會滿期待他那邊的發展 對我想看他跟女主角才戀愛的感覺 哈哈哈哈